我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那可能大家都會很好奇 那我就來說一下 因為我好像都沒有一個機會正式說一下我做的事情 那每次人家聽到我說 我是在人力銀行工作 然後我最常被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可以幫我介紹工作嗎 所以其實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我服務的對象是企業 那如果說你想要找工作的話 你就直接上人力銀行 然後搜尋就可以投履歷了這樣 其實我真的沒有辦法幫各位去介紹所謂的工作 那 就是很難啊 那我的服務對象就是 主要是人之闖口 雖然我認識了很多很多的人的人之闖口 但其實我們都是在電話上跟他聯繫 那坦白說他要用誰啊 這都不是我們可以介入的 那就算推薦的話 其實也不代表你一定有機會進去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個客服呢 服務大概有一千家的廠商 所以你說我們 我們有辦法幫你介紹到好的工作嗎 坦白說不見得 對 那到底我們在做什麼呢 嗯 其實醫院理行這份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我做到今年二月的話 我就滿大概五年的這樣子 那我原本 在剛開始 一開始還沒有進來 醫院理行的時候啊 我以為啊 就是接接電話 因為我們的那個名稱叫做客服人員 那就是吹吹冷氣嘛 對啊 然後 朝九晚五啊 週休二日啊 感覺 他就是一個 很爽的工作 那 各位知道人家說 最好我的工作有三大要素嘛 就是 錢多 事少 離家境嘛 那在我還沒有進去之前 因為在公司裡我家很近喔 就騎車五成鐘內就到了 所以離家境也有 那 想像中看起來事情也蠻少的 那錢可能不多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佔了兩項要去 所以他其實是應該不錯的工作 就還不錯 結果呢 真實的情況 並不是這樣子 我進去之後呢 才發現原來這份工作是 每天你都要不停的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對 就是從你進去開始 然後 上班 然後你的工作就是打電話 然後一直打到下班 對 這就是你的一天 你知道一直打電話 那種感覺是什麼嗎 那是非常非常無聊的 對 你突然感覺跟講電話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 你其實講了一整天喔 不停的講 不停的講 就是你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打電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打電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夢魘 那你是新人啊 呃 其實我們的工作是比較像 呃 業務開發 就是我們並不是單純的客服而已 所以 這種情況下呢 就第一次你一定都沒有概念 沒有經驗 所以這樣一直打電話 一直打電話 遇到的結果就是 你會被不停的 掛電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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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第一天面臨的事情就是 一直被掛電話 然後你又要一直再 重新拿起電話 再播出去 然後就是 接受這種心靈的摧殘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剛到此的時候啊 第一個禮拜我根本覺得說 我好像哪一錯地方了 我該 我是不是該 該轉職一下這樣 那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呃 就是畢業的時候 剛好 遇到那個所謂的金融風暴 然後剛好又是 22K方案剛結束 大家還記得所謂的22K方案 就是 政府補助企業 22K的薪水 然後所以 那時候很多企業主呢 就是 原本他快不缺 但是他也有個小辦法 就是在那時候 多找我們進來 所以等到值滿之後呢 他其實已經 有點過飽了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沒有太多工作機會 就是 剛好我退伍那一年 就是22K結束 然後 就非常慘 然後我說 奇怪怎麼 都沒有什麼工作可以找 這樣子很妙 那 就想說 不行 我 我要生存下去 所以我就給了自己 一個理由 那我至少 先做個一年 如果一年下來 就是我撐不過去的話 覺得還是做得很差 那我再離開好了 就我壞了 我殊不知 就是我這樣做幾年下來 就是 會 會想要就是先 待個一年再說 但是很少 通常大概 可能一個月不適合就走了 然後現在更快 一個禮拜不適合就走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沒什麼專長的話 你就比 就是 跟別人拼那個 續航力 你知道嗎 就是你比別人會撐 你就可以勝出了 那 咦 呃 嗯 好 那我的工作呢 其實本質就是電話行銷人員 有它不是單純的客服 那我們 除了 就是開發以外 我們還要做維護 那我們 我們賣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賣的就是所謂的真材廣告 那真材廣告是說 那很多企業主 以往啊 他們不是 刊登照的就是登報紙 那因為 網路的時代來臨 所以他們就是登在 那個 人靈行的平台上面 所以我們就去打電話去招攬 所以你看到說 現在人靈行上面啊 就是有上千個時缺啊 那都是 我們打電話打出來的 所以聽到這裡的話 應該要給我一個掌聲 那 因為是銷售 這工作的銷售 所以他有業績 他有業績呢 就會有壓力 那 而且他也不是純銷售喔 他還要維護 就是說你除了開發新的客戶 你還要維護舊的客戶 那我們的比例的話呢 嗯 就是 那我們 還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客戶有找不到員工 他會怪你 但他永遠不會怪他自己 他不會怪他自己 他不會怪他自己的薪水開得太低 或者是怪他的公司福利怎麼樣 或是 也不會怪他自己的公司 其實有問題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登了銷售銷售 我找不到人就是銷售銷售的問題 我遇過有客戶 剛剛我跟那個 就是 呃 有分享的是 他請一個助理 然後他就說 我都請到一些不容工的 很糟 然後 交好幾次 他就是不會 然後後來就說 很簡單的事情 他就不想做 那 呃 結果他的薪水開多少 他就是有開你的辦法 那 雖然他是助理的工作 他理由就是說 他什麼都不懂啊 我怎麼可能開個2萬2的薪水 可是 差別的就是 呃 你萬萬的薪水你可以 就是請到一個 交一次他就什麼都懂的 那一萬塊 你可能就是交了好幾次 交了一百次都不會懂的啊 所以 就是有一個差異在 但是 有時候 老闆就是想不懂 那 我們的比例就是這樣 就是 有7成的時間在做開發 然後 然後 3成的時間是在做維護 那 呃 呃 因為業績的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的下班時間 我們 每期一明下班時間是6點 那 其實我怎麼還沒有一天 就是 到現在我做快五個年 就是 有一天6點下班 那應該是蠻 蠻可喜可惡的事情 那 講到這邊好像我這工作很糟對不對 其實也不會啊 呃 因為在我們這個過程裡頭啊 你可以動悟到一個道理就是 就是 你就是想辦法撐過去 我剛才有講嘛 其實很多人在 呃 職場的路上啊 他很容易陣亡 那 如果你是一個 沒有什麼 特殊財政的 你如果比別人會撐 其實你就贏過 大半的人 我很聽到很多企業主 現在會不停的開門找人 是因為 他找到的人啊 做沒有多久又不做了 然後每次就是 無限的輪環 那個循環 所以你如果找一份工作 你很 因為你撐 那其實 你就已經贏過很多很多的人 那 有時候 呃 就是你撐過去 他就 海闊天空 那 我們 這份工作呢 嗯 你如果做進來啊 你會得到一個好處就是 衣服都會賣 因為他是一個銷售的原理 那我們雖然是電話行銷 可是啊 我們每天 打至少要拜訪 就是 有效通訊說 我們聯絡到 Keyman啊 至少要60家以上 那 這不包含說 你可能打電話去啊 沒有找到人的情況 所以你可能一天 是打破百通的情況 那這種情況下 你一天有60個 等於說 拜訪客戶的機會 那 等於說 就60次的銷售 可是如果你一般 實體的拜訪的話 你一天拜訪 四個客戶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很厲害了 所以 你這樣同樣的時間下來啊 你的 銷售的能力的成長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 到後來 我們其實不是只會賣成材廣告 就是我只要懂這個產品 它的 呃 就是優勢在哪裡 它對於 它的消費主群的 一個目標主群的好處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賣 這樣 其實我們是第一次結束它 然後 就什麼都能賣 對 就是今天你要把他叫我去賣化妝品啊 然後賣鞋子啊 賣衣服啊 我們都會對不對 怎麼樣去 讓 對方掏腰包這樣 然後 怎麼賣都不奇怪 我們 呃 就賣到後來 就是你又聽到很多各式各樣的賣法這樣 有一次 就是 因為我們常聯絡廠商 那 有時候聯絡到對方會很煩 他說你可能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嗎 然後那時候 我們一個客服就跟他說 好啊 你跟我簽一年的約 我這一年都不吵你這樣 結果呢 他就簽了一年的約 這樣 所以 其實有時候那個 學校的timing就很妙這樣 那最後 就是 跟大家講 其實 並沒有所謂完美的工作啊 那 也沒有 其實都會很多產業 現在的 當紅產業 到下一次可能就 永遠都不紅了 他可能就變西洋產業 那就是 你只要自己努力堅持的成長 然後 重點就在自己 對 那你就會找到 屬於你自己的 那個 天空這樣 謝謝大家 這個 情號哥哥果然厲害 他在分享這個故事 我就想到以前 就是 那時候 國中 剛剛口完的時候 然後就 收到各個補習班